既经体育报道,黄远铺与杨信从昨天开始,已经参加了兄弟的合论,这也就是说,有关他们两个的转会分别就此结束。 同时,当媒体还透露,天海此前已经将派脱的公布打到了他的账户上,并没有外界所传的天海性派脱公布于事。 那么,派脱为何不归队呢?天海封面,也不清楚具体原因,这完全是派脱个人的事。 据此,天海已经要求派脱尽快归队,派脱与天海还有一年的合议,既然不存在确信的问题,那么,他也就没有任何理由离开球队。 相信,他会很快归来,随着派脱的归来,你对天津天海的首发阵容,感不感兴趣,派脱加雷玛尔德与邦加阿兰,这样的高兴前场三叉戟,放任整个中叉,也是令人羡慕的。 而天海的国内球员,孙可,杨绪,桑永珀,郑桃林,杨立生,张小斌,杨金城,张成林,张禄,这一串名字,代表着什么? 你是不是担心天津天海的资金问题?通过这一系列的语言,应该明白天海背后有支持,所以,这方面你是担心,球员们都会安心踢球。 这套阵容,先比当初的天津全剑,是不是只抢得畅呢? 所以,明年天海去争夺妖怪,也不是件一人意味的事。 当然,如果要遇到导致大战,杨林们也能够接受。 毕竟,主顺省降服的能力,毕竟是一个道理用。